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平良一讲谁愿意阿扁去游行 谁不愿意去 我觉得国民党不太在乎 因为阿扁去了以后 丢脸丢丑的是民主进步党 而且对陈云林来讲也不见得不好 今天最担心阿扁去搅局去扯后腿的 是民主进步党跟真正爱台湾 一生从事台独运动的台独大佬 所以你看昨天台联黄空会都讲 都说如果阿扁来的话 台联恐怕考虑不去 所以这个蔡英文还要真正出面 去请台联来 她怕开灰吗 这真的是开灰 所以我觉得阿扁的讲法说 国民党不让我去 我觉得错了 国民党不在乎 而且国民党我不排除 国民党心中偷偷的喜欢她去 没多少答案 要处理这个陈云林的问题 主持人 因为阿扁这个案子 很多区块 我说这个整个案子 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很多戏剧化的发展 都不是我们以前能够看到的 什么兄弟办店 然后余政宪脸臭臭的 然后把名单拿给他 然后他赶快跑去一通公園 再拿给郭璇庆 就是编剧 然后不然就是去搜索的时候 收到什么随声碟 还舍不得delete掉的随声碟 然后再把他 那种河虾鬼迷 然后看看随声碟 我都看不懂 还什么手抄本的 所以你到现在都还不相信 这些事情 以前我们看过其他的一些 我不敢说我看过很多 我看过一些贪污的案子 没有人这么笨了 我怎么会这么笨 还评委 用手抄的 用手抄干什么的 我都不懂 还要部长亲自给 难道不能叫个秘书 叫个司机 叫什么快递送过去 这么机密的事情 怎么可以让这么多人知道 主持人 我中央心疯你 你怎么知道是什么 三百块就送过去 我不晓得他会每天 所以我认为都很戏剧性 那刚刚讲的这个顾连松 请问大家 我刚刚就讲说 SOP是要同步搜索 就是同步约谈 那你今天要约谈谁 顾连松不在 你对的 谁能够告诉你说 因为那一笔钱 不要说几亿啦 几百万几千万 不是下面的 什么财务长能决定 钱不是你家的 你要董事长告诉你说 你才能动 你才能动支嘛 那你今天要约谈谁呢 财务长 我也同意沈大佬的研判说 就是因为孤隆 老贼民主乎他 我这么老了 你再来靠去 靠去特征组 然后那时候我故意趁 你不再说去搜索 够给面子了吧 那如果这样那就不要办了吧 我外观是这样 买的你就通通都一起來 我认为书彧琴 他们那时候 那个时代的调查人办案 那个才叫办案 缤分二十路 通通抓回来 通通隔离 隔离完之后勾机 然后通通丢地检署 我们那时候写那新闻 写得很痛快 你知道吗 那没有叫办案 那现在不是啊 我请问大家 如果说中信金跟开发金 真的有行贿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依照这个 这些什么287 这些收下这些人 我们要担心他的串政 那请问要押谁 他要跟谁串政 那当时 你的钱会来我户头 当时我们两个在串政 所以他跟陈雪扁串政 或者说吴淑贞啊 吴吉帽什么的 那你还是得动手 所以回到你刚刚提到 那个1025 我认为啦 就是因为特征组的 再三的犹豫 失去那个时间 不然的话 陈志忠 黄瑞进 陈水扁 早就应该进去了 怎么会拖到现在呢 那你现在一拖 又要拖到什么时候 我不是踏陈水扁去参加1025 我是说依照办案流程 包括刚刚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这六个 都是因为你们一家子 被收押的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这六个 现在关在里面 然后被借题出来 还要掰开钢门做检查 那为什么这 你们阿扁来那边 爬爬罩 陈志忠 黄瑞进 还去买家具看窗房 太超过了 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六个没有积极地说 他们要参加1025的大游行 如果参加就可以交保 他们积极地说要参加 就把阿高出来好了 这不公平 我觉得这不公平 这个侦办进度 现在看起来到1025 只剩下一个礼拜 对 也就是下个礼拜五 照特征组现在办案的这个进度 又开了这么多的花 要直接处理核心 最终的这个陈志忠 看起来实陈上是来不及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因为谁能够跟我讲 陈志忠的钱 吴淑贞的钱 吴锦茂的钱 孤连松的钱 或者江松熙的钱 跟阿扁有关 谁敢讲这句话 就是说我很痛恨阿扁 我也讨厌去污蔑阿扁的人 就是你所有的这些钱 你还在外围打赚嘛 所以除了收押陈志忠跟黄烈进 由陈志忠 黄烈进讲出 我是受我爸爸指指的 这个或许会 他们也要转为污点证人 他要转为污点证人 但是我必须这样子说 就是我们查得那么辛苦 的的确确 我没有查到 就我个人 跟特征组无关 就我个人 没有查到这些钱 跟阿扁有必然的关系 只不过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钱流来流去 流来流去 通通都流到你儿子 你太太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特征组真要开花 除非是横向他有突破 事实上纵向已经差不多了 就是横向看能不能连结 所以你说这个时候 国民党去那个积压陈水扁干什么 那就积压陈水扁 你纵然积压了 阿扁也说没有啊 那你把那个证据拿来给我看啊 对不对 所以积压阿扁没有用 陈志忠跟黄瑞敬正如同 那个余政宪如果愿意做五点真人 他讲出了吴淑珍的话 这个 这个案子就可以巩固了 那也只到吴淑珍啊 那也只到吴淑珍 现在就是吴淑珍跟陈水扁的关系 我不重要 尤堯兄应该还记得 在2005年 就是阿扁两颗子弹忽然连任之后 他在总统府设了一个财经小组 忽然决定要二次金改 西洋庭也莫名其妙啊 然后各金控也莫名其妙 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人进出关底 因为两颗子弹所以二次金改 两颗子弹的第二年忽然决定要做二次金改 然后大家开始拼命跑关底 然后陈水扁就说我一定要变成七家 然后谁跟谁合并什么 然后市场就乱成一团了 然后就很多人进出关底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要查二次金改 就跟其他案子不太一样了 因为陈水扁宣布的啊 限时限量要指定合并问题 而且敌意并购都可以 我只宣布这个啊 可是后续他们怎么操作 怎么官说 都跟我没关系啊 我来讲一下 因为这个跟内政部那不一样 就是说内政部去 营建署他去做这个 南港长安馆的这个投票 评审委员的名单是在余政县手上 不是在陈水扁手上 但是你二次金改决定 决定要做二次金改 是陈水扁宣布的 是他决定的 可是我没有决定 谁可以并谁啊 对 这个部分还要再做追查 但是是他讲的 所以我说这个跟南港长安馆的话 其实我觉得南港长安馆 随便办一办就好了 这个才是重点 可是看到这个案子 那个财政部部长 那个时候的财政部部长 现在会不会很怕 林权啊 林权啊 那林权啊 那林权为什么下台了 大家很清楚啊 我来说明一下 大家很担心说 为什么又开花 会不会没有办法这样 过去我们办案子 最痛苦的是说 从违法的 从流程里面追出违法 违法在看哪些官员 做这些事情 有图立他人嫌疑 然后再追 看看有没有钱的问题 然后呢 从这个户头 再追看看这个来源是哪里 到哪里去了 这个这样子正向去追的话 很花时间 那今天这个案子不一样 是已经有钱在那边了 我钱在追回头是说 谁经手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找 找完以后 我再回头找 你这个流程哪里违法 哪里哪一些那个关键的 出了问题 再找这个关键的人来问 我觉得这个案子 不要担心说 开花的问题 至于说刚刚讲 押不押 陳水扁的问题 以我们办案人的眼光 我们一定要符合社会正义 像这种守恶的分子 在外面爬爬罩 指你还在外面神经大条 所有的人都因为你家的人 关在这里面 你还在外面瞎品 买一套500万的音响 这个社会观感很不好 那我们办案子 除了法律的问题 当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反应 是不是 社会反应不好的话 这个我不同意 这个本来我觉得你很有原则的 你越讲越没有原则的 好 先讲吧 好 先讲吧